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技术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这一期咱们来讲一讲美股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频道其实很少说美股 主要是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主要是 2020年回国以后 本来计划去香港开一个账户去做美股 然后香港封关了进不去 现在在国内在中国境内 做美股的限制其实挺多的 特别是资金的限制 所以我个人来说 这两年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做 没有做 所以说我也就没有怎么分析 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我想把我这个频道的重心 转移到股票 那么再开一个频道 专门讲加密货币 所以我这个频道 我就会说很多很多美股的内容 顺便再说一点点A股的内容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多说美股 请大家放心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从去年底 其实我就不怎么看好美股了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我去年底不断的在我的频道 还有在我的朋友圈 都说过美股的风险 那么一直以来 我认为它都有风险 到现在为止 它的风险终于暴露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为什么 因为美股是一个牛肠雄短的市场 它和A股完全不一样 A股很多股票完全是炒作 炒起来了 赚一波你就跑 美股不一样 美股很多股票 它是有价值的 只要它跌到我们的价值区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勇敢的买入 只要你时间够 它迟早会起来 好 那么什么点 才是我们值得买入的机会 这一期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TradingView 我用的这个工具 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 这是什么 这叫桌面画图工具 因为我画了之后 不管怎么画了 我只要一按退出 它就退出了 所以非常方便 我这个软件叫Pointofix 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下载 因为这是个德国软件 它没有广告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们肯定看一下指数 我们看一下SP500 前一段时间 我在这个位置提醒要下跌了 然后这个位置提醒要反弹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但是反弹 我说过 只是反弹 不是反转 反弹到前面位置就要小心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15分钟 好 15分钟的时候 当时我都画出来了 我认为走一步看一步 第一步的反弹 就是在这个直升压力互换的位置 那你看他是不是从这反弹完了 在这个位置 他就上去上不去了 本来我以为可能会上这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预测 那么他只要上不去在这 有一个缺口缺口出现 那么肯定叫止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15分钟级别的 什么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你看是不是标准的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又产生了缺口 我们讲过前面的基础知识 讲过缺口 产生的缺口 那么这就是很危险 因为这个叫关键性的缺口 好 所以他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 我们看现在因为这一根一线比较猛 他下一步会到什么位置呢 我认为他下一步啊 就应该直接到了前面的最重要的几个 你看一个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么我一直说的这个是最终的目标位 这个位置不一定现在到了了 那么第一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附近的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看再看看有没有反弹 他如果没有反弹或者是横着走 那么最终还是要到这个三应该是360左右的这个位置 和355360的位置 我们放大一点 整个的形态来看 形态位置趋势 但是我们认为他还会往下走 这是基本上肯定的 那么到时候可能会到对360这个位置 360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他的空间还是有的 好 这是整体的股指 那我们看看个股 我实际上看 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是机构重仓的十大股票 但是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啊 我们就先按这个来讲 第一大重仓股肯定是苹果 因为我们来看一看 苹果他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大的头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你看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部形象 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这个头部刚这样跌下来反车无力的话 那么苹果最少按照我们的技术分析来说 他一定会跌到这儿了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啊 大概率是跌到这儿了 所以苹果的下跌暂时不太可能止跌 这个位置我认为止不了跌 再往下一跌的话 大概率是跌这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用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用支撑压力量的累积 一个就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用飞波拉器 好我们刚才用支撑压力 我们看到差不多是126这个价格 或者是120这个价格 我们现在用飞波拉器的反推 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教他啊 教大家用飞波拉器的反推 我们来推一下啊 如果用飞波拉器的反推 推出来啊 是多少呢 大概是在130这个位置啊 130那么130和120这个区间就组成了 我们苹果他可能会以后获得支撑的这个区间 当然这个区间我们还要看有没有信号 如果到120130这个区间 这个价格区间又遇到我们的信号 我认为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抄底的一个点 好这是我们的苹果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微软 好我们来看微软 微软实际上很早就在做头部了 如果懂技术分析的朋友们一起看一下 你看微软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顶部的一个大形态 跌破回车武力再下来 在这个位置又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顶部形态 所以微软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头了 就是做头部了 开始准备派发了 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派发了一部分 所以现在这样跌绝对还没有跌到位啊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跌到位 因为他这个位置啊 他已经从这开始跌 从这第二波 那么现在也要等到这个位置240左右 他才能够差不多说第一阶段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要等到220这个位置 他才是真正的说跌到位了 好这是我们用支撑压力和图形来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用菲波拉契的反推 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两个高点 所以我会推两步啊 我会用菲波拉契的反推来推两步 那么推到204 那么这个位置肯定是太远了啊 我们不用这个位置 我们重新再来 从这个位置我们再来试着推一下 可能因为有些时候啊 他必须要多次 好 这个位置我们反推的一个结果 差不多是在232 那么232这个位置和我说的220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后面基本上我觉得232是第一个空间比较合理 220往下的第二空间比较合理 所以说我觉得微软暂时也还不能止跌 微软如果能够跌到232这个位置这个区间 我认为将是他的第一第一目标啊232 那如果将来能够跌到220呢 那更是大胆的 我这闭着眼睛买 我觉得啊 那么他的反弹的概率是很大的 因为美股和A股不一样 还是一句话 美股他是价值是很高的啊 他而且是美国人的钱都在股市里面 他不会让他跌得那么狠啊 而中国人的钱都是放在房子里面 所以说很多人对股市不care 但是呢美股不一样 所以到了这些关键的位置 我觉得机构有可能会出手啊 所以我认为232和220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如果大家现在没有买美股的朋友 这些位置你可以去考虑 做一下期权啊 或者是做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只 Amazon亚马逊 亚马逊啊 如果懂技术的朋友 你看为什么亚马逊是这里面跌得最猛的 大家知道吗 懂一点技术 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他这个头啊 做了多久了 你看一看 他这个头已经从2020年7月就到顶了 到了顶之后一直在做头 你看他一直上上下下做头 这个头做了这么久 所以跌的时候跌得很猛 回抽也很猛 再来再来 然后直接跌的 这一波从3200直接跌到2142 一下子三分之一都没了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头部做的时间太长 这种超长时间做头的 基本上往后跌 一定会跌得很猛 但是呢 他现在跌到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支撑区了 来了啊 支撑区来了 这是第一波 然后呢 这个支撑区是第二波 所以我认为前面 比如像苹果还没有跌到位 但是亚马逊实际上 单从技术角度来讲 他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好 这是我们从支撑压力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的飞波拉器 好 我们看有些时候 飞波拉器和支撑压力 重合的这些点 将是很完美的点 但是这一次呢 他没有重合 他这一次呢 飞波拉器的最低的一个位置 将会1703 但是我觉得 1703这个也太低了啊 但是呢 如果到了1703 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的 什么样 支撑压力和飞波拉器 同时吻合的一个区域 但是不一定到了啊 我认为他可能在中间 就要开始盘整了 他不一定能够到 1703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们只是告诉你 如果中间盘整 无力还要往下跌的话 1703左右将是一个 既是支撑压力 非常符合的点 量能累积的点 又是啊 这个用飞波拉器 推出来的一个完美的点位 啊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啊 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买 那你就死等啊 如果等到这种位置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买入位置啊 但是呢 他我觉得现在开始应该是开始会反复的震荡了 他不会那么快的就在往下倒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啊 伯克希尔 伯克希尔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他基本上没有做头 是吧 但是呢 大家看 如果懂得量价结构的朋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既是没有做头 但是这一波明显的就有派发的迹象 就机构在跑的迹象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上涨的过程间每次十字星或者是下跌 他的量都比较大 每次上涨的K线当中比较小 证明什么呢 证明机构在上升过程中间在开始跑路了 如果你能看得懂的话 基本上这些位置就绝对不应该再进了 好 所以这一波他邪害了根本就没有任何支撑 因为机构已经跑了吧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有支撑呢 我认为基本上他也是到这些位置啊 也是到这位置 所以他离我们现在的最终的位置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也还有一定距离 所以还要再等一等啊 到了这些区间 大家可以去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位置里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盘整 所以说不用去拉飞波拉奇 因为他这个跌的比较猛 跌的比较猛的话 因为拉飞波拉奇的话 你必须要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回撤 他这基本没有回撤 我们就不用拉了 就倒了这些位置 我们再去看一看有没有机会 好 我们看下一支Google Google也是啊 大家看 Google实际上他也是在做头 只不过他这个头做的更有意思一些 他是做的比较复杂了 他先是在这做了一下头 是吧 让你觉得可能是跌破了 哎 就可能不行了 那是又快速的冲高了 而且高开很高啊 高开非常高 我不知道那天是财报啊 什么原因啊 不清楚 那总之高开这么高 然后机构就是拉高出货 非常明显 拉高出完货 然后反复震荡 最后假盘整 最后再开始往下跌 所以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头部 那么做了这个非常复杂的头部 现在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一下子止跌 因为他这么复杂的一个头部啊 很多人被套住了之后啊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位置 绝对还不会那么快的 呃 能够止跌 很多人一旦跌下去 还是要拼命的跑 所以呢 我们我认为Google 他在还是要等到他前面的支撑压力位置 而Google的支撑压力特别好挂 因为他就像台阶一样 你看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那么每一个台阶的位置 就是他最强的一些支撑位 所以呢 Google到这些位置 他应该是有一些机会 我们到时候这些位置 我们再来看 而且他离这个位置 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说大部分股票都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再往下跌 我认为应该会跌到这些区域来啊 这些区域跌跌到了 我们再看 Google如果我们拿菲波拉契 我们拿出来的点位是1975 1975和前面我们的支撑区 它是吻合的 所以呢 在1975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到了区间 再遇到我们的信号 我觉得Google是可以进行抄底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特斯拉 特斯拉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特斯拉这件大牛股 特斯拉的这个波动特别的高 大家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 特斯拉 他这一段 你看 他的波动特别距离 证明什么呢 证明机构啊 对他也是 就是对他的这个整个来说 分歧也是比较巨大的 就喜欢的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 这个也和他的这个性格也是相关的 特斯拉呢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波动率特别大 所以呢 现在不好说 他这么大的波动率 有可能会维持 继续维持很大规模的震荡 因为哪一种最危险呢 就是他当他波动率变得非常小 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出一波大行旗 或者下降的旗 而这种波动率非常剧烈的时候 往往他还会持续这种剧烈 啊 所以持续这种剧烈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在这些位置 他就有可能会有他的一个支撑 那所以呢 看起来特斯拉已经到了支撑区啊 好 我们再来看 详细看一下 我们再用斐波拉奇看一下 对 如果我用斐波拉奇画完线之后呢 特斯拉就完美的落在了 这个飞波拉奇的这个第一位啊 这个位置就是你看 就是飞波拉奇测出来的这个位置啊 加上这个位置又是前面很强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呢 从这么看 特斯拉 他是最近的一个可能能够获得支撑的一个票 那么我们就看这几天 我们就密切的关注 他如果像这种票啊 我们看信号 他现在不是有已经有一个吗 然后下来只要要摸跌破快速反抽啊 像这种形态啊 这种形态形成一个头肩形态 来画一下啊 要摸他前面有个底点呢 然后跌破低点快速反抽这样子 那么就会形成日线级头肩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是一个买入位置 那么要摸就是怎么样呢 要摸就是他跌没有跌破 到这个区间他没有跌破 而在这盘整盘整啊 我就举个例子 在这个位置没有跌破 而来了一根大阳线 那么也是可以买这个位置 我认为特斯拉他可能相对其他的票来说 他基本上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因为因为他现在波动率非常剧烈 他再往下跌的这个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了啊 但是就算他再往下跌 在他后面这个区间啊 这个这个区间 我认为他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啊 特斯拉这个区间还是一种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我们来看下一支 下一支呢是联合健康 联合健康呢 你看他这个票就很容易 骚起他都不一样 他从来不做投 就证明什么呢 这个票就是机构控盘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机构出货 还是有一点点啊 从这开始你看 这也还是有一点点 这个票呢 因为他没有做投 所以我们认为 他可能跌到一些位置 他可能会反弹 因为他没有做投嘛 可能他就是那种长期的机构控盘的股票 只要跌到关键位置 他就会反弹 所以呢 这些关键位置 大家可能再等一等 一个是450 一个是425 到450 425的这种位置啊 我认为大概率的 他还是会发生反弹的啊 现在还不行啊 现在还不行 到450 425的位置 还会发生反弹 因为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 做投的迹象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支 下一支 李来 李来呢 也是一支机构重仓股 他呢 趋势就特别好 大家看 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跌的 他每一波形态突破 每一波 每一波形态突破 他都上去了啊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现在肯定不该买 你要什么时候该买呢 你看 他其实规律性很明显 他每一个下面的小波动的时候 只要这个小波动突破 你看 每一个只要是小波动突破 他就是一个买点啊 他所以每个股票都有自己的规律 他这个小波动突破去买点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不上不下的 还是很尴尬的 你说他很好吧 肯定不好 为什么 他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了 但是你说他很差吧 也不差 他的他的他的整个趋势还在这 所以这种票我一般的不碰 因为很尴尬 他可能会盘很久 然后啪下来了 他也可能会上去 反正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但是呢 如果像这种 你看 在这种位置 我画的这个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这种票至少说不是抄底的 这种票就是观赏 好 我们再来看微富集团 微富集团呢 我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网站说 他也是极构中仓股 但是我看他跌的这么厉害啊 我也不清楚 这个信息是不真假 但无所谓 我没来分析一下 像这种极构中仓股 我们就 你看日线就看都看不清楚 我们看周线 好 如果我们把周线拿过来看的话 他现在周线级别 是不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位置 是吧 这肯定的 周线 周线是一个超大的一个 一个N字 那么这种位置 在周线级别的位置 还是可能发生反弹的 这是肯定的 已经到了周线级别的位置 但是他有个问题 我们看 我们再看日线 他有什么问题呢 他以前每次反弹的时候啊 他都有一个吸筹的一个过程 就说机构他要做他 也不是一下子就做了 因为他的趋势 比较像比较还是向下的嘛 所以你看 在这个位置 他基本上是盘了很久 他是从2016年8月份 一直盘到2017年7月份 盘了整整一年多的一个机会 然后才上去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次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也是 你看 他也是在这盘了很久 慢慢的 就这个位置啊 也是盘了很久 慢慢的进行了一些吸筹 大家看 是不是 反反复复的 他也是从2020年的4月份 一直到2020年的7 8月份 然后最后才上去了 那么所以说 就是他既然这个票 他不会那么容易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 他也可能会盘整 所以这种底 我一般的是不抄的 我一般的不抄 你看前面那种票 他如果是一个上升过程 回抽 这种我认为 这种底还可以抄一抄 为什么他的趋势还是向上的 但是这种 他就明显的大周期的趋势 向下的 那么这种向下的话 他要再次往上 他的力量会很多 所以说 我一般的不抄重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宝洁 宝洁呢 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昨天暴跌 跌得很大 他如果跌得这么大 那么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 这个位置非常的不好 这个位置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M头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忍不住再往下跌的话 或者盘整无力的话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宝洁他后面空间肯定会比较大 就他的空间不会一下子就就回上去 他至少说他往下跌一跌 所以这种票是绝对不能去 在这个位置啊 绝对不能去做做多的啊 你看如果这么大的一个下降趋势线和M头同时跌破的话 搞不好他就一口气跌得很猛 一口气就跌跌跌就跌到这些位置来了啊 这些所以这些位置是非常谨慎的 千万不要其意的去做多的位置啊 他是绝对不能抄底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好 我们看一看加德宝 加德宝呢 他这个票呃 也是有自己的特点 你看如果你稍微懂点技术飞行 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M头 这种做了之后 一旦跌破千万不要去买 跌完M头 走了个中继形态 又更不能去买了 再来跳空缺口再往下 更不能去买 这一路全是非常明确的下降趋势的位置 是吧 那么这种票不要轻易的抄底 因为他走得很健康 跌台阶再来跌 再来跌再来跌 跌得很健康啊 但是呢 他的位置有点到了 他的位置 你看都是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了啊 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要说你抄个底的话 一定要等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出来 因为他现在走得很健康 他有可能会来一个加速啊 能够加速 好我们再来看看 用斐波拉契来拉一拉 看看结果 如果我们用斐波拉契拉一下的话呢 我觉得也没有到底 你看他这种啊 因为跌得比较猛的话 用斐波拉契拉的话 哇他的底部就很远了 他底部在这个位置了 那会不会跌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 我觉得在这些位置啊 漂亮的圆弧底啊 这种非常漂亮的圆弧底 好往下跌 从这个位置跌破 这个位置跌破之后 不能埋葬 往下跌 再来再来 哎 但是正好到了前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间 所以我认为这个区间 它是完全可以做反转 而且是基金 那么风险更小 好 如果我们用斐波拉契再来拉一下 好 如果我们用斐波拉契 我们再来拉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位置就是斐波拉契的阶段性的地点 我们说很多的东西啊 前面好多票都还没有到呢 是吧 还差一点火候 但是这个票 这个基金 它是明确的已经到了斐波拉契的一个地点了 所以那么这个位置那么一定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一个可以抄底的位置 事实上它到了这个点 你看就是完美的这个点反弹了 反弹了之后呢 我们就看它有没有二次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如果近期在这个位置啊 如果近期的位置稳住了 哎 稳住了 不再跌了 然后收益给阳线 那么我觉得这个基金就是我们值得买入的一个基金 那么它如果再去跌 还是一句话 它如果跌破了前面低点 就看它有没有反弹向上 再破这个次低点 它如果破了 就会形成底部头肩 在底部头肩 右边的位置一个阳线 还是值得买入的 它如果破了支撑压力 呼唤的位置不过 再往下 哎 那就不要再买了 因为它可能这一波一波的 还在这个位置 还要一波一波的停留啊 所以我们再一次慢慢的等待 总之呢 这些区间 这些位置 就像打仗一样 是我们画好的作战地图 但是呢 到底打不打 这个还不一定 还要看当时的战争情况 敌我双方的情况 以及所有的一些信息面 所以呢 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还要看信号 我们信号有很多 K线形态是一种信号 我们的15分钟 5分钟的一些趋势 位置形态 比如15分钟的一些趋势线啊 形态学啊 做K线组合啊 它也是一些信号 还有什么 比如均线啊 背离啊 KDG 这都是一些信号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这儿 他们他如果 我们看 从我们打开5分钟 这个基金 那么5分钟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就是个非常重要的 5分钟级别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如果他今天跌到这个位置 跌不住了 上来回抽到这儿来 那么这些位置 就是一些5分钟级别的 我可以进场的一些位置啊 当然这5分钟进场 一定要看看 这个量价配不配合啊 K线组合配不配合啊 是吧 那么这些位置 我就至少可以尽量尽一下 那如果错了 假设错了 错了也没有关系啊 这种位置止损多小啊 这位置错了 把止损设在这儿 打下去 看他回不回抽 回抽无力 再走就不做了 就等下个机会 是吧 就行了 那么这种位置 就是一些止损小 比较大的一些机会 我们做期权也好啊 做基金也好啊 都比较不错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 我对美国机构 重仓的 这十只股票的 一些技术分析 还是一句话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这些位置 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位置 我们整体看起来 哎 美股还没有跌到位 还要往下跌一跌 可能还有两到三天 甚至一周 这个事也说不清楚 是吧 时间和空间 时间到了 空间到了 位置到了 哎 我们就要密切的分担信号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以后我会把它拆开来 一只股票一只股票的跟大家说 这种股票啊 我们看看 从下周起 就这样 另外呢 我的加密货币的频道 也会尽快推出了 以后呢 我就给做A股美股的朋友 介绍加密货币 给做加密货币的朋友 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 介绍一下 怎么做股票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